你看就是 去巴黎有沒有 你會有想像到這邊有一些海 然後有 你知道後製是誰嗎? 我 1 2 3 大家好我是Cyburn 剛剛你的孔水噴了嗎? 是呀 我來一起 太興奮了 原來要去巴黎 巴黎 不是那個巴黎是那個巴黎 這個是那個巴黎 巴黎島的巴黎 我們想到夏天大家會想到什麼? 海邊 有人要去海邊了 但我們今天沒有要拍什麼Vlog 要跟大家分享 你跟我們為了去海邊 然後購物 然後我們今天就來 就是邊試穿邊開箱 買了什麼東西回來 第一件我覺得去巴黎島 一定要有一個碎花的裙子 看起來快步啊 原來就只來 它是長裙 海邊沙灘風就是有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有點像 肥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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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說要慢身嗎? 還不知道呢 可是你有上衣可以到嗎? 我現在穿的這件應該也可以到 因為我覺得這件長裙還蠻百搭的吧 你看它就是這樣子的長裙 我比較喜歡它這個這樣子的設計 是因為它前面不是後面的這種中的 它前面是平的 踏過到那個像是伸縮的那種 它是這種可以拉長拉的 所以如果它前面也是後面像這種塑膠的話 我就覺得很難看 這樣這種平的話就看起來還不錯 這有一個小小缺點就是它的那個布 布子不是我喜歡的 它比較硬一點點 它不像那種鞋髮比較軟 它是假鞋 它是假鞋髮 對 它是假的 它的長度到膝蓋這邊 好長喔 對 我穿長穿長 屁啦 它有膝蓋已經到小 欸欸 膝蓋還是那個什麼 腳踝腳踝腳踝的那個部分 那個膝蓋耶 這都很容易 為了節省時間 我們就一次過換了兩套 特別來說我這一件EVO買的 GINI頭款 欸 其實我覺得它褲子還蠻好的 真的 而且它是那種就是有彈性的 就是你就算上半身不是很瘦很瘦很瘦的人 它還是可以這樣 而且它這個是可以拉伸 然後像我這晚上它肚子走 就可以拉下來 可以拉下來 就是露腰的那個衣服 就是因為我怕肚子進攻 好啦 如果你喜歡露腰 不喜歡露腰 這件衣服也蠻適合的 對 這件就更露 的一點 對對對 就是 波西尼亞風嗎 哇 哇 欸 是不是有專業 哇 我突然拿這麼專業的胸子 它我接不下去了 很適合去海邊風 尤其是如果你裡面搭一件 別人或者搭一件那種Q 因為你知道去巴厘島就是會很熱 所以你盡量穿越少越好 而且你會很容易曬傷皮膚 這樣是會更曬傷嗎 就是如果你曬到這邊黑黑的 你就曬得很均勻 如果你是說反正要曬黑 那個整個身體就曬黑 去那邊就是越光綠你知道 okok 就是我買到很滿意的褲子 然後它這種是寬的 所以看起來那個腿不會太粗 A字形 對 它就是A字形 然後它就很通風你知道嗎 Fu 飛那麼大的 所以都要找這種A字形 然後可以說是P哥來服務的人 HELLO 我們今天換了兩個裙子 對 就是我身上這一件 這是什麼風格 用波西米亞嗎 應該是波西米亞吧 就是那種有這種 我們最近有來Picco 有Picco咩 你知道這個要在哪裡穿嗎 巴黎 巴黎Swing 那個球鞭的時候 你就要穿長裙 然後那個裙子往後這樣 Piu 對 拍照 這樣我希望我可以拍的事情 心機是在後面 背後 我看很低 就是我看不到 看不到 對 它後面是一個交叉交叉的 然後就是讓大家錄你性感的背 但我後面有沒有蚊子丁 呃 你去到芭蕾 就是遇了要曬太陽 要變黑 要有蚊子丁 OK 那你這邊是一個白色的小洋裝吧 嗯 小洋裝 其實是一個還蠻短的裙子 你要去芭蕾 有時候會有點性感 會有點文青跟少女風 你知道嗎 在示範的時候 發現一件很清天屁靂的事情 對 我跟大家說 我的裙子 欸 不要整個大家講 看 我只有補照 我補照片給大家看 它借起來你們會看到不小心的東西 它這邊就是骯髒了 我真的是很衰欸 它顏色旁邊有那個黃色的污漬 對 有黃黃的污漬 然後就 可是你知道 買很便宜的衣服 本來就遇了 就是可能會踩誰 然後跟大家分享我的頭 他買了這個 這個叫 髮袋嗎 鋪 髮鋪不是硬的嗎 哦 髮袋 髮束 髮 隨便 頭髮的裝飾 我那時候去買這個 是因為他是買衣服衣 頭髮一定要有一點裝飾 才會 有一點點 點綴 可以打扮很有心得 是的 連鞋子都買 這感覺超浮誇 欸 我跟你說 髮袋的話一定要穿這種嗎 綁帶的鞋 對 綁帶的拖鞋 然後你就這樣跑跑跑跑 這個不是要綁很久嗎 其實這個綁很小而已欸 應該綁 好的 接下來就到配飾囉 你還買了什麼東西呢 我買了這個 這是全亞化 對 它就比較colorful一點點 這像流行的事情很難懂的事情 這不是我們小時候流行的嗎 因為我圓的時候不是都會這樣 對 就會這樣子夾 一排這樣子下 然後最近眩涯就是開始在用回這樣子的 對 就太流行了 我決定不要買 我要去找我小時候的 你知道去巴里島 為了要避太陽 一定要很避寸嗎 還避太陽避屁 比較晒 眼睛啊 你知道嗎 眼睛是非常容易受傷的東西 所以我要買了一個墨鏡 這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漸層的 可是我覺得它應該沒有什麼防曬的效果 就沒有 Bikini 我買的Bikini Bikini還蠻保守的欸 對 那今天我就不會穿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想要看我穿Bikini的話 就去我的Instagram 對 會突然間發 然後放24小時動態的Star room 然後就馬上刪掉 對 就馬上刪掉 然後大家會說你幹嘛要這樣 我們也沒有多在意之類的 對 可能大家都沒有興趣想看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Yvonne的淘寶開銷 她如果萬一可能拍了一影片 你們就會看到影片 但照片已經看得到 就一定要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那你的賣家資訊都會貼給大家吧 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對 大家如果有興趣要買的話 就你們可以去參討一下 但淘寶就是 我覺得不管是很貴或是很便宜 都有可能會踩雷 對 黃金衣服你可能就是收到 就是會 可能有好的 可能有不好的 YES 就抱著一個開驚喜包的心情 好嗎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內容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下禮拜再見 Bye Bye 還有更多私底下的爛草莓嗎 那就記得追蹤我們的 FB跟Instagram 連結在資訊欄喲 還有這裡這裡的影片也很精彩 還沒有看過的話 馬上點擊這裡吧